虽然Apple官方有说 MacBook Pro可以在不插电的情况下 连续使用10个小时 可是这个是真的吗 大家好我是科技宅男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让你的MacBook的电池使用得更久 以及电池的保养技巧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4号TV会一直更新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不想错过这方面的资讯的话 就现在订阅4号TV 然后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关于我影片发布的通知 是的 其实你可以10个小时不插电的使用MacBook Pro 可是前提是 你不上YouTube 你不玩game 你不使用heavy use的Apps 像是Video Editing的Software 或者是Secuding这一类的东西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连续使用Video Editing的Apps 最高级都是5个小时 期间我还有开Google Chrome 那么要如何延长这个Battery使用的时间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MacBook 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 它们的电池是使用Lithium Polymer Battery 每一款MacBook都有属于它们Maximum Charge Cycle 就是说每次用完Battery在Full Charge过后呢 算是一个Circle 每当达到一个Maximum Battery ChargeCircle过后呢 MacBook就会建议你更换这个Battery 当然你还是可以继续使用这个Battery 只是你会发现到的就是这个Battery的Night电率呢 可能会没有像之前那么好 就说它可能会用电量会比较快 关于每一家MacBook的Maximum ChargeCircle的链接 我会放在说明文里面 大家可以点进去参考看看 这里呢我会示范如何检查 我们的MacBook的Battery ChargeCircle 我的4个Circle只有73个 以下我就分享5个使用的Dips来让你的MacBook的Battery可以耐得更持久 第一个就是找出耗电的Apps 然后我们只要按这个Battery 从这边我们就会看到哪一个会比较吃电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这个Apps的话呢 只要关掉它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是移除不必要的东西 像是USB、Cutreader、Bootroof跟WiFi 第三个就是调整你的萤幕的亮度 这是关按 然后这是开亮 第四个就是调整你的键盘的亮度 这个是键盘没有亮的时候 所以我们现在开亮 就可以看到这个键盘亮的时候 这时候是比较适合晚上使用的 所以如果是早上的话 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个 所以你可以关掉它 第五个呢就是使用它Default的Energy Saver System Preference 可以从右上角的这个Battery 选择Open 然后我们选择Battery 这是它Default的设定 这里我再分享多一个Bonus Tips 就是如何检查你的Battery 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按Action 然后点选Battery 你可以看到这个Condition是Normal 还是什么了 总共有四个Condition Normal Repress soon Repress now 或者是ServiceBattery 其实说白一点就是 只要能插电的时候就插电 减少使用你的Battery的话 就可以提高这个Battery的寿命 以上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就给我一个like 然后分享出去给你有需要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省电小技巧 请你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SENHAU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栏独特 别人